最近大家可能从各大媒体都已经看到了 现在非常盛大的国际盛世 是G20也就是20国集团在印度召开的峰会 20国集团是一个由世界上20个主要经济体组成的国际论团 这些国家在全球经济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亚史G20成员国 以及一些国家的目前经济体量 以及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GDP位基准 第一,美国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其GDP超过21万亿美元 第二,中国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其GDP超过16万亿美元 第三,日本 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其GDP约为5万亿美元 第四,德国 德国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 其GDP约为3.8万亿美元 第五,印度 印度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 其GDP约为2.9万亿美元 英国的GDP约为2.8万亿美元 排列第六 法国的GDP约为2.6万亿美元 排列第七 意大利的GDP约为2.1万亿美元 排列第八 韩国的GDP约为1.7万亿美元 排列第九 俄罗斯和韩国一样 它的GDP约为1.7万亿美元 加拿大的GDP约为1.6万亿美元 澳大利亚的GDP约为1.4万亿美元 巴西是南美洲最大的经济体 它的GDP约为1.4万亿美元 排列第十三位 墨西哥的GDP约为1.3万亿美元 排列第十四位 印度尼西亚的GDP约为1.1万亿美元 土耳其的GDP约为0.8万亿美元 沙特阿拉伯的GDP约为0.8万亿美元 南非是非洲最大的经济体 其GDP约为0.4万亿美元 阿根廷的GDP约为0.4万亿美元 另外欧洲联盟 也就是欧盟了 它是G20的一个特处成员 代表了欧洲多个国家的经济体量 欧洲联盟整体的GDP也是非常庞大的 G20成立于1999年 旨在促进国际经济合作和协调 以解决全球性的经济和金融问题 每年G20成员国的领导人会举行冯会 讨论各种议题 包括国际金融稳定 贸易 能源 气候变化 发展援助等 G20的峰会是全球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论坛之一 对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有着重要的影响 该组织的目标之一是协调政策 以促进全球繁荣和稳定 也可能有人问了 G20和G7都是国际性组织 它们之间有哪些关键方面的不同呢 第一成员国数量 G20是全球20国集团 包括20个成员国 它们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 代表了各大州的国家 G7又称7国集团 仅包括了7个成员国 它们分别是加拿大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日本 英国和美国 通常代表了工业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 G20的主要关注点是全球经济和金融问题 以及国际贸易、能源、气候变化 等各种全球性的议题 而G7则侧重于政治和经济合作 通常讨论国际安全、外交政策、发展援助等议题 它们的影响力也不一样 因为G20由于成员众多 代表性更广泛 因此在模式方面可能更具有权威性 总体而言 G20有更大的规模 一更加广泛 代表了更多国家的利益 而G7则更侧重于一些工业化国家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合作 自G20成立以来 它已经在一些方面表现出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它也面临了一些问题和挑战 它积极的表现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 全球金融危机的应对 G20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协调了国际金融政策 稳定了全球金融市场 避免了更严重的经济崩溃 第二 经济合作 G20成员国通过合作 推动了全球贸易和投资 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就业 第三 发展援助 G20致力于支持发展国家 提供了援助和债务坚免 帮助这些国家应对贫困 疾病和气候变化等问题 当然 G20也面临着很多问题和挑战 第一 决策进展缓慢 G20的决策过程通常非常复杂 需要协调众多国家的利益 因此在一起上进展缓慢 难以取得一致的意见 第二 不平等和不包容 有些批评者认为 G20的政策可能偏向富裕国家 未能解决全球不平等和不包容的问题 导致一些国家和群体被边缘化 第三 气候变化行动 G20成员国之间在气候变化行动方面存在分歧 导致难以达成全球性的协议 这对于应对气候危机构成了挑战 第四 国际冲突和安全问题 G20通常侧重于经济和金融议题 而在国际冲突和安全问题上的协调 有时会受到挑战 因为G20的成员国在这些问题上可能持有不同的立场 第五 金融监管 尽管G20在金融危机后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增强金融监管 但一些人认为这些奴隶很远远不够 仍然存在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需要更强有力的监管 第六 贸易争端 贸易争端和贸易保护主义问题是G20的最大的挑战之一 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可能对全球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第七 卫生安全和危机 卫生安全是全球关切的问题 G20需要更加积极的推动国际合作 以应对疫情和卫生威胁 G20在应对卫生危机和全球疫苗分配方面面临的挑战 需要更好的国际卫生合作 第八 可持续性发展 G20成员国在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方面需要更加积极的行动 以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枯竭等问题 第九 资金流动 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可以带来经济机会 但也可能导致金融市场的不稳定 G20需要找到平衡点 以确保全球资本流动的稳定性 第十 数字化和网络安全 随着数字经济的增长 G20成员国需要更好的协调在数字化和网络安全领域政策 以确保数据隐私和网络基础设施的安全 第十一 移民和灾民 G20国家面临着移民和灾民的挑战需要协调政策以解决人道治愈危机和社会融合的问题 第十二 食品安全和粮食供应 全球食品安全和粮食供应是个重要问题 G20需要关注农业可持续性和全球饥饿问题 第十三 能源政策 G20成员国之间在能源政策上存在分歧 包括对于化石染料和可再生能源的看法 这可能会影响全球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 第十四 地缘政治冲突 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可能对G20的协调和合作产生负面影响 需要处理国际关系方面的挑战 第五 危机应对机制 G20需要不断改进其危机应对机制 以更好的应对未来的全球性危机 如疫情金融危机和自然灾害等 第十六 全球债务 一些发展的国家面临局额的债务 G20需要制定更加协调的政策来应对这一问题 以防止债务危机的爆发 第十七 技术和创新 技术的快速发展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 G20需要促进技术创新和数字化领域的国际合作 以确保各国都能从中受益 第十八 食品浪费和可持续农业 全球食品浪费问题需要得到关注 G20可以促进可持续农业和食品生产的发展 以减少浪费 第十九 社会不稳定性 社会不满和抗议活动在一些国家呈上升趋势 G20需要关注社会稳定问题 以防止动荡和冲突的发生 第二十 卫生基础设施 全球卫生基础设施的质量和可访问性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G20成员国可以合作改善全球卫生系统 以应对未来的卫生挑战 第二十 文化的多元性 G20需要重视文化多元性的保护和促进 以确保各种文化和价值观得到尊重和保护 第二十 基础设施投资 全球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规模的投资 G20可能发挥领导作用 促进基础设施投资的可持续性和质量 第二十 教育和技能发展 为了应对未来的工作和社会挑战 G20需要关注教育和技能发展 以确保人力资源的适应性和竞争力 第二十四 教育不平等 全球教育不平等问题仍然存在 G20可以推动教育资源的更加公平分配 以确保更多人能够获得高质量的教育 二十五 科学合作 全球性问题如气候变化和卫生危机 需要国际科学合作 G20可以促进科学家之间的合作和知识分享 第二十六 知识产权和创新 促进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创新 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G20可以加强这些领域的合作 以推动全球的创生 第二十 贫富差距 全球不平等问题仍然非常严重 G20可以采取政策措施来减少贫富差距 以包括税收改革和社会福利计划的改进 第二十八 资源管理 全球资源管理包括水资源 矿产和森林等 需要更好的国际协调 以确保可持续应用和保护生财系统 第二十九 移民政策 G20成员国面临着不同的移民挑战 需要更好的协调政策 来应对移民流动和社会融合问题 第三十 腐败和透明度 腐败问题对全球经济和政治稳定构成威胁 G20可以加强反腐败的合作 以提高政府的透明度 三十一 恐怖主义和网络安全 恐怖主义和网络攻击 威胁全球安全 G20需要合作机制 和实施反恐和网络安全政策 第三十二 非法贸易和犯罪 非法贸易 毒品交易和有阻止犯罪问题 需要跨国合作 G20可以加强在 知发和司发领域的协调 总的来说 G20作为一个全球性合作机构 需要应对 众多复杂的全球性挑战 包括经济 社会 环境和安全领域的问题 成员国需要共同努力 采取协调行动 以解决这些挑战 维护全球的繁荣和稳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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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